大家好,我们的研究主题是 课税小镇税额最大值走法是最佳解探讨 我们在游戏学校的网站上看待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课进入小镇必须按照规则交损 起点从0元开始基准 路线不能重复经过 课税方式每向右、左、上、下、移动一个 税额就分别做加2、减2、乘2、除以2的领算 如图一从A进入B离开 课税为0.75 于是,我们思考如何可以走出最大值税额的走法 以及是否能找出税额的关系 针对行走路径,我们先提出9大性质 逆时针、到大圈、到多圈、到圈位置 由未来内罗纯状、向左进入中心圈 都会让税额增加 首先探讨正方形成正 利用9大性质找出最大的税额路径 再将路径分为3阶段 找出路径的规律 利用规律找出每一阶段税额之公式 接着我们探讨长方形成正 其路径与税额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们发现关键在于长方形的转变 以及中心圈大长成正变化 我们在思考如果7点中点位置互换 路径与税额又会产生成变化 我们也要用3阶段方式寻求税额 结论中我们发现逆向行走的税额 比顺向行走的要大 产生这样的差异在于路径的倒数第二步 我们也分析比较正方形与长方形 在顺向与逆向公式上的差异 并导出原因 在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意外发现第二种寻求规律的方法 也与我们言论中所推导出的公式相同 最后针对这个研究 我们提出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以上是我们的研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